每张提起使命召唤一定会有老玩家狂喊使命召唤4 但它毕竟是一款十几年前的游戏 其画质即便是经过2016年重制 也很难让新玩家适应 但如此一来 错过的就不光是游戏史上最震撼的核爆场面 帕莱斯战场上推手枪的千军一发时刻 还有这个系列单人战役的巅峰 甚至它很可能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剧情的巅峰 故事从新兵肥皂麦克塔威时拿起面前的枪开始 教官盖茨让他去见一个人 当肥皂推开门 一个阳光照射不到的世界展现在他眼前 而这个人就是SAS的指挥官普莱斯上尉 肥皂的第一堂训练课 八场摸你的是一艘货轮剑桥 原来俄国线人的情报显示 一艘武装商船正在运送极危险品 SAS前去调查 作战原则不留活口 普莱斯上尉在风雨中猛吸了一口雪茄 将其扔进汹涌的羊面 雪茄对现代战争三部曲有着不一样的含义 被丢掉的这根是本座真正的开场哨 普莱斯一马当先 肥皂紧随其后升降到火轮 武装分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全树击毙 船员舱内的更是还没睁眼就被物力催眠 解决掉船员负语顽抗的武装分子后 飞嫌品找到了 盖茨拉开门一看 竟然是一枚占星的苏质核武器 但问题是上面写的竟然是阿拉伯文 普莱斯立刻下令大包带走 电台里突然疾呼 有两架米克战斗机正在迅速逼近 肥皂赶紧冲进去 拿走阿拉伯文标签边的货运请单 迅速撤网甲板 可就在这时 突然一声巨响 米格战斗机袭击了货轮 普莱斯一把拉起了肥皂 带着他这穿过严重漏水的船舱 终于在米格的第二轮袭击前 跳上了撤离的直升机 巨大的货轮则在爆炸与轰鸣声中 哀嚎着被漆黑的波涛吞落 与此同时的中东某国 一个人被叛军士兵一枪拖塞进汽车后排 穿越叛军控制下混乱的街道 一路被押送到庭院中的行刑柱下 一个不知道叫啥的神秘老头 将一把沙漠之鹰交给了叛军指挥官 哈利德阿萨德 阿萨德二话没说 对着真人脑门就是一枪 这场残忍的行刑 是在国家电视台上 对着全体国民直播进行的 而被阿萨德处决的死者 正是本国总统 此时引起轩然大波 美国已经制定了 针对阿萨德的军事行动 而对特种空勤团而言 当务之机 是前去营救提供货轮情报 被极端组织俘虏的 俄国线人尼古莱 在夜色的掩护下 特种空勤团抵达高加索地区 悄无声息的解决掉了所有哨兵 与前来经营的俄军中士 卡玛洛夫接上了头 肥皂作为狙击手 一枪干掉了墙后的机枪手 掩护俄军士兵一拥而上 但涂了一个营地 又涂了一个后 大家这才回过味来 靠 卡玛洛夫这是借刀杀人啊 用SAS的性命 帮他剿灭俄国境内极端组织 任无可忍的盖茨不想被他打罢 于是赶紧问出了线人位置 直接一枪头赶碎变电枪 夜市宜一带 对房内的极端分子 直接一波降维打击 救出了尼古莱 掩护他上了撤离直升机后 尼古莱拍了拍普莱斯 问美国人的行动开始了吗 普莱斯说行动是三小时后 尼古莱摇了摇头 说美国人犯了个大错 什么错 阿萨德绝不会束手就擒 还真让尼古莱说中了 三小时后 美军行动开始了 海军陆战队的四等马轮们 搭乘直升机 顶着叛军的RPG杀进小镇 在瓦斯奎兹中尉的带领下 直奔阿萨德藏身的建筑物 杰克逊中士率先杀进去 但把房子涂干净了 也没找到阿萨德 陆战队员们损失惨重 终于杀进了电视台也不听 可结果呢 找到的也不过是阿萨德的录像带罢了 他们只能继续向阿萨德 最后固守的城市推进 防空炮火和燃烧的建筑 让这里的夜晚亮如白昼 在叛军猛烈的炮火之下 美军一辆M1R 埃布拉姆斯炮锚 马斯奎兹中尉 带着第一武装战上连的马轮们 前去引救 他们一路上遭遇了激烈抵抗 甚至叛军也出动了装甲部队 杰克逊扛起地上的标枪 在瞄准控制单元 美妙的低大声中锁定目标 砰的一声 第一级发动机将导弹弹弹出了发射筒 一个呼吸之后 到达安全距离之外的导弹 主固体火箭发动机启动 携带着8.4公斤重的战斗部 呼啸着从天而降 在巨大的爆炸声中 掀开了敌军装甲车的天灵盖 这才是现代战争 毕竟都什么年代了 真的还有超人跑去肉身扎探克吗 不可能的嘛 失去装甲车辆以后后的ZPU法工号 就是案板上的鱼肉 扫清守军后 按钮一按直接炸上天去 武装直升机便可以 大摇大摆进来贴脸泥地 把叛军在大楼上的火力地堡 连根拔掉 可惜坦克深陷泥潭 瓦斯奎斯只能带领大家 在周围建立防线 为工兵修理坦克争取时间 与此同时 SAS正在护送尼古来 前往汉堡的安全屋 说话间直升机警报大作 不远处一枚毒刺防空导弹 拉着长长的烟机 歪歪扭扭升空 等普莱斯发现时已经迟了 导弹在空中打了个横 笔直扎向了脚下的直升机 只听得一声巨响 直升机在一片红色的警报灯中 迅速持空 高速旋转着砸向地面 肥皂被装击的眼前一片漆黑 醒来时普莱斯再一次捡起 而不是拉起了肥皂 极端组织的搜部队就在附近 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撤离 这群人渣正在逼问农场的老人 可一个无辜的老人又能知道什么呢 就在他们要枪杀老人之前 普莱斯一声令响 肥皂率先开枪击毙了这群人渣 他们在农天中 小心翼翼的躲避着直升机的探照灯 可惜还是被搜部队发现 被围困在骨仓中 但天无绝人之路 骨仓守军的毒刺导弹还在 肥皂扛起来锁定了敌军直升机 来了一招攻守之势一眼 让敌人也尝了下直升机被击落的痛苦 此时敌军的装甲车辆也开始进场 但不怕 肥皂刚标记好目标 敌军坦克瞬间就被炸得稀碎 抬头看去 原来是援军的AC130空中炮艇 在厚厚的云层之上 向地面播种着死亡天使的爆燃之花 让我们把视角拉到天空之上的火控源 40毫米机炮菩萨的慈悲之下 众生都将被平等的超度为肉末 更不用提105火炮是何等的慈悲 这边收场后 中东那边也打起来了 此时坦克已经修好 在他的掩护下 马人们向阿瑟德最后的据点总统府推荐 叛军如广东的罗飞一般 一窝一窝根本杀不完 但在M1A2的120毫米主炮面前 叛军老旧的T7R如同纸糊的一般 随着弹药库训爆炸飞了炮塔 叛军防线彻底被击溃 阿瑟德的详细藏身位置终于暴露 马斯奎兹立刻带领兄弟们 登上了四等人专属作祭 海上启示 途中总部发来SAS的情报 说阿瑟德很可能持有一枚俄制核弹头 必须尽快抓住他结束战争 美军立刻空地集体出动 整座城市都在爆炸和硝烟中颤抖着 杰克逊操纵着机炮 清理着屋顶上的防空单位 为海上骑士清理出一片角落区域 随即再次升空游走支援 说实话当年第一次玩到这么立体的战场 真的是惊为天人 此时总部呼叫 说海豹6队在阿瑟德的宫殿发现了疑似核弹 和紧急支援部队正在前往 在他们确认安全前 所有人必须撤回城市东部 正说着呢 旁边的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就在眼前被击中 杰克逊他们申请支援 总部就一句话 你们的位置在核爆危险距离之内 被敌军粘上怎么办 而他们的回答也很简单 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说完就降落了下去 在叛军的枪林弹雨中 杰克逊背起受伤飞行员就跑 安放好他后 所有人拼命压制着眼前一波又一波的敌人 万幸海上骑士再次升空 他们逃出了火力往山后 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和风暴离停扫转般摧毁是目之所及的一切 灼烧的热浪将天空染成一种胶着的城堡 在持绳机失控的尖效盘旋中 杰克逊渐渐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之后 杰克逊醒了 在和尘埃的热风中挣扎着爬向仓口 从起床中重重摔下去 杰克逊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将年轻的脸庞转向了左边 城市中的一切都随着蘑菇云 化为了乌有 但一股来却敢保证 阿斯德这刀中绝对没胆陪葬 他很有可能藏在阿塞拜疆的一个藏身点 普莱斯带队前往与当地俄军照面 得知这货是被极端组织保护了起来 普莱斯冲房内扔了一枚震撼弹 阿斯德终于落网 普莱斯刚准备给阿斯德上场强度 他的手机就响了 普莱斯接过电话一听 才刚听了两句 就回头对着阿斯德脑门碰的一枪 为什么 因为来电的人叫扎卡耶夫 但依旧有人在那设法搞核材料 其中就包括扎卡耶夫 他的生意直接威胁到了全世界的安全 必须将其减除 是的 扎卡耶夫就是地手枪给阿萨德的独臂老头 但15年前的扎卡耶夫 手臂还没断 这场双军往事 是大英政府自二战以来首次授权暗杀行动 当时还是中尉的普莱斯 跟随麦克米兰上位 潜入乌克兰普里皮亚纪 两人穿着吉利服 就在极端分子眼皮子底下 潜入了这座五万居民一夜之间晴空的城市废墟 在废弃大楼上 静静等候着扎卡耶夫的到来 交易的时间终于到了 车上出现了两位未来的古人 但更重要的是 扎卡耶夫如约而至 普莱斯懒得计算复杂的射击助援 在骑士停止摆动的风停瞬间 直接扣动扳机 子弹命中了扎卡耶夫嘴壁 不巧的是他倒在了掩体之后 极端组织的支撑机又迅速前来 普莱斯根本没有补枪的机会 麦克米兰尚未安慰他说 施血和休克应该能要了扎卡耶夫的狗命 没想到啊 有道是巴士老翁门前站 三岁顽童染黄拳 老天爷当时没收他 让扎卡耶夫活了下来 但也加逃命要紧 两人急火追击了追击而来的直升机 普莱斯一回头 重重追跌的直升机如推土机一般 一寸寸向麦克米兰迅速靠近 万幸螺旋架也砸在地面上崩飞了几节 最后一夜 堪堪停在了麦克米兰身前 但即便如此 麦克米兰腿上还是受了伤无法行动 普莱斯只能背着他到摩天轮后 建立了一小块狙击阵地 等待撤离直升机的到来 一番漫长到仿佛无休无止的战斗之后 援军终于提搭 接应两人登上了直升机 但15年后的今天 直升机还得半小时才能到 而扎卡耶夫的走狗们已经扑了上来 他们必须在撤离店厮守半个小时 飞扎在教堂顶上 疯狂扫射着出现在林木县上的极端分子 引爆提前布置好的炸药 将他们一窝一窝地送上天去 像15年前一般的激战后 一行人同样勇惊无险地登上了直升机 此时真相大白 阿萨德只是个喽啰 扎卡耶夫才是操纵中东河报 炸死3万多美军士兵 和无数平民的幕后黑手 这货已经销声匿迹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那高调的儿子 小扎卡耶夫逼供 这也是个滥杀无辜的暴徒 死有余辜 幸运的是 俄军的卡马洛夫中士 知道他在哪 众人突袭了一处少战 换上极端组织的服装 俄军士兵在下 美海军陆战队在侧 应特种空击团居高领下 一个成分堪称匪夷所思的组合 在少战扎好了伏击口袋 普莱斯一声令下 极端分子们直接被打成了筛子 可穷途没落之下的小扎卡耶夫 驾驶着吉普车撞翻了哨塔 肥皂重重落地 在短暂的眩晕中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后 慌慌张张逃走 醒过来后 肥皂赶紧跟陆战队士兵 一起追了上去 终于在楼顶追上了他 可就在肥皂要上前靠住他时 小扎卡耶夫掏出枪来 对着自己脖子就是一枪 人当场死亡 怎么办 这可是唯一的线索 可普莱斯却不这么认为 原来在扎卡耶夫看来 如今的俄国政府 已将他心爱的祖国 出败给了西方世界 俄间买伴们 葬送了祖国的繁荣和荣耀 所以他才成立了极端组织 发动了内战 想争夺一万五千枚 苏联的核武器遗产 以将他的祖国 重新带回苏联全盛时期的地位 他给西方世界下了最后通牒 必须立刻从俄罗斯领土上撤兵 否则 任各西方世界 都要为他的祖国母亲陪葬 也就是说 如果不将导弹发射设施夺回 阴天 世界就将不复存在 特种空间团空降到俄罗斯的阿尔泰山区 救出了被俘的美海军陆战队 格里格斯上市 炸毁了山顶上的书殿堂 争取到了一点时间 但就在他们与美军军集首会合后 背后一声巨响 随即半个天空都变得如同过曝 极端组织竟然发射了一枚导弹 不对 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 是两枚 现在必须立刻夺回发射控制中心 启动弹头自毁程序 否则这两枚导弹上携带的核弹头 足够摧毁大西洋西侧沿海的所有大城市 以及这里的4100万居民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车后安装了炸药 上演了一出肉身炸坦克的大英超人传奇 此时发射井盖二开启 又是一轮核打击即将开始 众人赶紧聚开通风景 义无反顾的跳了进去 最后兵分两路 盖兹和美国人一起抢起保安室 普莱斯带着肥皂和格里格斯直奔控制中心 终于赶在核爆之前上传了自毁指令 几秒钟后 总部确认全部弹头都在飞行中自毁 爆炸产生的大量带有辐射的碎片 绝大多数都将落入大洋深处 此时监控录像一转 坏了 扎卡耶夫要跑 不能让他登机 他们开着吉普车 顶着半游的极端组织的枪火 试图用RPG击落那台磁路 但这怎么可能呢 磁路也不缠斗 直接炸毁了大桥 肥皂也失去知觉 再次醒来时 大桥眼看就要塌了 肥皂和普莱斯穿过摇摇欲坠的桥面 好不容易抵达安全位置 极端组织的大批援军也正好赶到 又是一场恶战 万幸电台里传来 俄军卡玛洛夫中式的声音 他们的支援也在三分钟后抵达 三分钟 只要挺过这三分钟就得救了 没想到这才一分钟过去 直升机就来了 但它是极端组织的 肥皂第二次被震晕 醒来时看到的 是格里格斯上市 拼了命的将它拽回掩体 但敌人实在太多 格里格斯不得不举枪还击 一番击射后 一发子弹 呼啸着击中了它的呼噜 它像风中的一块破布般倒地不起 肥皂转过头去 普莱斯上位还没回过神来 眼前是独臂的扎卡耶夫 带着它的极端分子们 就当着肥皂的面 一枪击碎了 盖茨的太阳穴 然后自名得意的向肥皂走来 突然一声破空 一枚导弹击穿了它的磁路 使卡玛洛夫的援军到了 肥皂再次转向普莱斯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 将面前的手枪用力推了过来 随着卡玛洛夫拉起了肥皂 俄军士兵也对普莱斯展开了抢救 核弹的威精暂时解除了 世界依旧还在 但世界也陷入了新一轮的恐怖 好了我是火力地宝 感谢你的观看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